工程師對這些哲學、儒學並沒有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總覺得我們在中華文化,儒學是一個主義 不管我們的地生處地、還有世國 各方面都受儒學很大的影響 儒學講求仁義道德 治國我們講究要怎麼去誠意、正義、修身、其家、治國、平衡、負責、中庸之道、廣道文化等等 其實都影響到我們整個民主的發展都插錯方向 那最近看到疫情的情況 尤其在西方國家、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國家 貧物並均、對弱勢族群的同理性不足等等 造成很大的不穩定 其實我們儒家的文化裡面 同理性、紀若胡青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講究法道只講究法道 所以這個事情應該是往後更是重要的 尤其2015年那時候聯合國做了一個很大的宣誓 就是定了一個2030永續發展的這個目標 定了17項目標 還有165項目標 裡面就是希望把這個社會、經濟跟環境等等要做一個平衡的發展 也希望全世界都有 就是說無貧窮、零飢餓 大家就有健康、有福祉 也就是很公平的、德式人在這個疫情上面 環境也不要破壞它的劇情發展 這個目標非常非常重要 它也造成我們現在在學校經營各種的計畫 各種思考也都會去對接這個聯合國的SDG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題目叫做 當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 也許有一個方向非常這邊來走 就是說我們這個儒學這種事情是非常非常內化的一個事情 它影響是根本性的影響 也許可以從這邊來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現在科技真的太發達了 這個AI新盛 以後機器人 每個家裡可能都好幾個機器人在家裡跟你一起 在公共場合上也有很多機器人 我們有無人車、無人機 以後 這個生活完全改變 所以是一個人跟機器互動、互相生存的一個情況 那這邊關於這些倫理道德怎麼規範 這個也是一個事情 還有一個更麻煩的事情 當然這個科技發展 根據以色列這個歷史學家 阿拉瑞 他的最近的一個發言 認為在沒多久以後 如果沒有好好受到足夠的教育的人 會變成一個無用之人 也就是說在社會上會變一難化 那這個事情要怎麼進去比較好 那再更一層 都因為科技發展而來 基因工程的進步真的是非常嚇人的 以後可能會有很多超人類出來 這些人有錢有私他可以最早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那這個整個人類社會又是另外一般警察 那這個都很值得我們來思考 尤其我們新儒學這個發展要做創造性的轉化 尤其我們在continental 裡面有沒有機會 先從華然社會這邊做影響 然後一直擴散到全資全群 這應該也是一個很好的課題 我就簡單的做一說我自己的想法 歡迎大家來中央大學 參加這個國際會議 謝謝 感謝周校長 接下來邀請財團法人 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 朱建林董事長支持 謝謝 我就坐著講吧 不好意思 非常感謝周校長對於這個會議的支持 因為我記得周校長對於這個哲學 是相當的有愛好 因為我們有一次也是在這個文學院 辦那個校長哲學獎 校長也是一家對談 像元寶欣 那個 普大的那個 李建球 黃紅春 然後校長 我們都在一起談一個哲學問題 然後 剛剛周校長特別談到其實就是科技 科技社會裡面 對於 跟人文之間如何去做一些反思 那其實在中央大學 就是好多年就是重視這個應用人理 應用人理學的研究 到目前為止 可能還有那個 應用人理 也就是通訊 這方面的這個 持續在做這個研究 那今天這個會議是我們這個心如學五次學術會議 其實這個會議 他這個 主題雖然 每一屆都會變 但這樣一個主軸 以心如學五次學主軸的下一個會議 已經辦了 十三次了 十三次 所以 將於有三十年的歷史 要陸陸續續 這樣下 是 非常不容易 然後這二三十年來 永遠出現的面孔 目前其實也做很多 那這個會議能夠 然後 持續的這樣看下去 其實 當很多學者給我們支持 但最主要就是 我們的基金會前董事長 李子元先生 無怨無悔 就持續支持我們二三十年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 他今天這次 他其實就是 有一次不小心聽了 魔忠戰聲音的課 然後就覺得 受惠 所以這個 文化裡面還是一個很 很深層的東西 就是說他能夠觸動到 你覺得 他對你的人生有所 就是有所獲得的時候 你總想回報 我相信 李先生的心情是這樣 就是說 當年這樣受惠 然後就 一生就 持續的 不斷的 回報 那 西儒學會議 雖然是 以西儒學為中心 其實我們是 非常 歡迎 就是 跟 佛學 跟 道教 跟不同的學問之間 能夠有所 會通 然後 甚至跟 西方哲學 那 目前呢 我們 這種擴大性 也開始跟 就是 社會科學 做一個 合作 所以 在這邊就是 黃光國教授 他所代表的學會 目前也是跟我們 算是 協伴 我們也非常 歡迎 黃光國教授 直播請 回到 新儒學的部分 我 感覺上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 入乎其內 要 出乎其外 也就是說 我們的 以 俗學本身的研究 為根源 但是 他的發用 關懷 一定要去 回歸到 現實人生 回歸到 這個社會 回歸到 這個 時代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方面的 很多的議題 也可以不斷的 重複 出現在這個部分 總而言之 最後一句話 能夠持續這麼多年 其實靠著很多人 前輩的恩哲 跟 當代學者的 支持 在這個地方 代表我們基金會 再度向 支持我們的 中央大學 哲教長 文學 民院長 跟各位在座的學者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 朱董事長 感謝 最後有請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 林文綺院長 支持 各位 貴賓 我們中央大學的老師 還有同學 代表文學院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的會議 我剛才坐在這邊 我就想起那個 應該是中學時候 我們讀那個 露世民 裡面有一句話就是 談笑有紅爐 往來無白天 其實我那時候就很擔心 自己是不是那個白天 所以 有一點自我勉勵 對那個紅爐 其實沒有什麼概念 今天坐在這邊 剛才我就一直想起這句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中央大學文學院 很有幸 今天真的是 談笑有紅爐 這個 在這樣的一個 全球其實是一片 哀淒淒的時候 在台灣 我們可以一起坐在 系統 中校長協助我們 整間的這個 這個文學院的管設 然後還有這一間的 這個國際會議室 我們可以在這邊一起 談論 學問 我想這大概就是一個 學術單位能夠 期望 最美好的一個境界 所以真的很歡迎各位 在接下來我知道 其實是一連幾天的這個 這個會議 非常有傳統的一個會議 那除了這個代表文學院 歡迎各位之外 其實對我自己個人來講 今天特別高興是因為 朱董市長不只是朱董市長 他是我們中央大學文學院的前院長 是我們的老長官 然後其實各位現在所在的這個 這個空間 其實他整個文學院 有很多都是他當年 播化然後經營 然後成就了我們今天的文學院 那也不只朱前院長 今天看到很多老師 王浩雄老師 我知道還有這個曾高旭老師 這個都是我在中央大學服務的時候 非常非常驕傲的我們文學院走出去這個 這個講話有空 就是我們中央大學有這些紅路 那有些老師還在學校服務 楊竹翰老師 柳葉全老師 所以今天也是一個 有點像是文學院的團聚的一個日子 所以這樣的婚宜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夠多多辦理 大家可以多回來 然後也加回我們的這個 學校的老師跟學生 儒學院的這個發展在文學院裡面 是我們相當重要的 而且成就相當高的一個領域 我們的讀學研究中心 一直都是我們文學院裡面 院籍研究中心的典範 我知道今天在場的像楊志平老師 劉哲平主任楊竹翰老師 我也不知道你們的經歷從哪裡來 就是我參與的這個 這個讀學研究中心辦的活動的總和 大概就是我參與其他文學院的所有活動的總和 所以這個非常謝謝幾位老師在裡面的努力 那剛才校長還有這個 朱董事長也都講了 其實儒學真的是我們現在看向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個 不管是生命或者是文明的一個掌握 而且這個是我們在台灣華人社會裡面 非常非常珍貴的一個資產 那過去這一年我們大概在文學院裡面 跟幾位老師一起在推動文學的發展 那有一個方向就是怎麼樣去跟這個 人工智能跟AI結合 所以也很高興在楊竹翰老師的協助下 在我們哲學院研究所 我們先從文學院裡面跟資電學院的老師 我們辦這個AI能聞早餐會 然後幾次之後 現在已經發展到這個 AI能聞對話論壇 這也想要辦了四次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是我們持續去發展的 就是我們學校裡面有好幾位老師也協助在推動 特別是我們的學校內葉永圈院士 他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的出發點是AI需要能力 AI需要入選 這個是我們可以對全球的人類文明會有幫助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一些困境 這也是剛剛發生的事情 就是教育部跟科技部結合起來 然後希望提供大學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補助 可以去做為研究中心的筹劃 我們在校內討論之後 當然在文學院裡面 我們的最重要的領域之一 然後學術的能量非常強的領域之一 當然也是輸學相關的研究 所以我們跟幾位老師討論了之後 就組了一個計畫 可是在這個現在的學術的計算的方式 其實是需要去參考國外的一些 這個所謂像SIFO 國際期刊的出版論文發表 還有這個影響力 我們算一算竟然沒有達到門檻 所以這個我們也是非常訝異 我想這個反應出來的 並不是我們還沒有到達那個門檻 可是標準的計算裡面 是不是忽略了其實所有全球學術界 如果需要在儒學這個領域 他要找到重要的這個論文 他其實可能是應該到台灣來找 所以這個我們之後會持續努力 怎麼樣讓這個我們自己重要的領域的發展 跟這個學術國際化的這個趨勢 怎麼樣可以找到一個溝通點 然後讓我們在文學院這邊 主要是針對我們自己的文化 然後自己的這個學術能力所做的努力 不會在這個國際的這個掃描下面 其實是看不到的 所以今天再次帶來文學院 歡迎各位參加我們的這個會議 那我也預祝在今天的這個會議之後 可以趕快再揮畫 因為剛才碰到李岳璇老師 他說有時候是兩年有時候是三年 其實我想可以每一年可以舉辦 謝謝各位 謝謝 感謝林院長 最後有請中央大學周校長 及中文系楊祖和特聘教授 請校長特別頒發輪廢紀念講座 講座特別課上 如則典範四職 以表彰楊祖和教授 多年來為中央大學發展讀學 做出重要貢獻 我們看這邊 一二三 好再一張 一二三 好謝謝老師 謝謝 感謝周校長與楊教授 請校長及他貴賓一架之台下 與會的貴賓合影 合影 合影 合影我們是坐坐坐在這裡 對 合影我們紅布條 這邊 對 好 OK 這誰是路的 有閤處 謝謝 謝謝 謝謝